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大老板投资纪录本 我们都知道Sundstreet的业绩又出炉了 时候跟以往一样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业绩有透露出怎样的一个讯息 OK,从这个业绩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的营业额是没有再增长了的 甚至对比前期的187M还下滑到了183M 把整体的收入还是有所提升的 OK,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业绩啦 首先,它的营业额虽然是有略微下滑 不过盈利对比上个季度同期啦 增长了2.7M 也就是2.9% OK,我们不要看这里的profit啦 因为它是不准确的 我们要看我这里写的数据才会是准确的 然后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的利息开交已经从20.8M提升到了31.8M OK,这个20.8M就是Quarter 1 OK,2022年的Quarter 1的利息开交是20.8M 而现在是31.8M 如果你要问我前期是多少呢 前期是30.2M 所以你会发现到它每一个季度 它的利息开交都会是增加的 基本上全部产头都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因为利息一直在升息嘛,对不对 所以必须通过赚更多钱 才能抵消掉这个开交 OK,我们来对比一下 它各个不同资产的一个Return啦 左边这个就是上个Quarter的 OK,这个就是最新Quarter的 大家可以发现到吗 依旧是Retail零售商场在带动 整个Sun Street的增长 比如讲我们看上位Pyramid 从8600万提升到了9400万 Carnivor也是提升到了1800万 Logita的整体浮动没这么大 而反而酒店呢是有略微下滑的 不过影响并不大 OK,参与来讲它应该还是会在持续增长 而Office也是属于维持 Services也是属于维持 以及Industrial也是属于维持的情况 只是这个新买的这个Betaline Yaya还没有出足出去啦 所以这方面的业绩 简单讲啦 就是Retail增长 然后其他接近维持 而酒店跌一点点啰 OK,然后很多人就会好奇了 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IGB率的业绩非常的好嘛 对不对 So,它的股息派发在最新的财政里 很有可能会突破到一毛钱 而大家就会好奇 Sun Street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首先我跟大家讲啦 概率上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到 其实去年它卯足全力的情况下来到9分22 对比之前的高峰还是有一点距离 更不要讲突破到一毛钱啦 所以要讲突破到一毛钱 我认为有两个点 第一点 酒店资产迅速回弹 OK,为什么IGB率可以增长这么快 因为Retail行业嘛 对不对 而Sun Street就没有到这样子的优势 因为它有很多其他资产 而它有一个最重要最关键资产 就是酒店行业 如果它能够迅速回弹的话呢 这样子它很有可能会表现到非常的好 再来就是收购新的优质资产 而不是买一些普通资产啦 我相信很多人对Sun Street卖掉医院去买假院的情况 都表示到非常的不理解 So,这方面我们要很关注Sun Street在未来会怎样去收购资产 而不要因为有一个商业 pyramid而去买一些不好的资产 让这个产货慢慢的变到比较平均 或是比较普通掉啦 OK,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Invest的target price 我认为这个投行 它给到非常的准确 它也是出了季报过后 第一个跟进的投行啦 它就有提到主要增长来源是零售产业 OK,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的东西 再来,它有提到一些数据哦 是从quater report得不到的 比如讲,它讲Sunway Pyramid将不会与A用序约 并把A用所占据的那个地方啦 转成去小型商店 这样子会增加很多的租金收入啦 So,这个合约是在今年的10月会到期 然后预计Sunway Pyramid会在12个月内减少掉11%的租金啦 OK,这里打出了是11% 把它只会占据到Sunstreet整体1%的营收 所以影响是不大的 我们短期内也会意见到Sunway Pyramid的贡献会减低 是为了长期它去通过装修 然后带很多小店户进来 OK,所以我相信这个也是对于Sunway 长期发展一个很好的情况啦 因为Sunway Pyramid是它最重要 也是最赚钱的资产 OK,再来 Sunway Resort Hotel目前还有1.5的客房哦 是还在装修着的 So,在接下来 只要这些客房慢慢的去开放的话呢 这样子在接下来几个季度 酒店行业 Niverse奖还有可能会持续的增长 OK,这个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事情啦 因为Sunstreet的酒店哦 其实算是蛮多一下了的 OK,然后预计股息率可以达到6%啦 对于很多公司来讲可能比较普通 不过我们要知道它是房地产投资啦 然后对比疫情前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股息率也是挺高一下的的 所以对于Sunstreet这个业绩 我只能讲我觉得是普普通通 属于及格线 因为属于预料之内啦 并没有太多的惊喜 很像IGB率这样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我相信这里有很多Sunstreet的投资者啦 欢迎在底下评论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下期见